换句于锁定时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前中华民国小姐冠军张淑娟 不再应忍 今天到台北地减署 提告名嘴周玉寇 她是前中华民国小姐冠军 张淑娟 被资深媒体人周玉寇点名 卷入蒋孝岩精华绯闻案 还被暗指是女主角 我没有对不起中华民国 任何一件事情 在今天我要说 我没有跟张孝岩滚床 我从当选到今天 我一天都没有跟她滚床 从头到尾 闭紧双眼 连日在网路承受委屈的她 这一刻情绪溃体 没有经过当事人 把人家照片这样 一直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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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寒沙摄影 你寒沙摄影 你还指名道姓 谁记得1999年 谁在哪里 我只能说从1988年 到选到今天为止 我跟您讲的 什么张孝岩先生 什么李孝岩先生 我没有跟她滚过床 一再强调没有滚床 这30年来努力工作 却被如此公开抹黑 我今天暗铃控告 我不是绯闻的女主角 我不是我也没滚床 这就天从掉下来一个大石头 把人家整个砸毁 一个女生的清白 原本预计10点半抵达北京 没想到周玉寇提早一步先到 为了捍卫清白 不管家人如何劝阻 她坚持告到底 我今天就告你们两个 胡说八道 不识生非抹黑造谣 我住在台湾 我没有住在北州 我不相信你找不到我 你都找到隐形的精华的鬼了 在律师陪同之下 完成提告 没想到走出法院 被周玉寇堵上来 追着跑 放手 放手 这边 花了五分钟 终于上车 这回勇敢出面 走司法程序 张淑娟决决定不再隐忍 要捍卫清白 今天王宏娟决定不再 台北上不得 周玉寇在这个提告的当中 后来献身法院门口 鞠躬致歉 甚至还一度追着张淑娟跑 张淑娟现身 周玉寇紧追道歉 但陪同在旁的王宏威 一个手势把周玉寇挡下来 现场还不时传来张淑娟哭声 换个角度 小姐 你不要跟我道歉 在法院也会跟你道歉 请你不要被生死利用 努力往前挤 但周玉寇最后被挡在警察 拉起的人墙外 不过他人一路紧跟到 张淑娟上车 张淑娟在一天 我在法院也会跟你道歉 会提出消息来源 速度隔空致歉 而在张淑娟现身前 还有这一幕 我在这里 先向张淑娟小姐道歉 深深一鞠躬 自由时度鞠躬 还有媒体人蔡玉珍前一晚 也在脸书表达歉意 腔调自始至终 无意说出真正的女主角姓名 只是两人随道歉了 周玉寇人体自己辩驳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在线索的追查 在所有的事实比对里面 你们都知道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有错 我们就道歉 就修正 有什么不对 周玉寇小姐 你道歉是不够的 你又利用媒体霸凌弱势 霸凌一个没有麦克风的声音的人 这样子的新闻素质素摇 我觉得你不OK 毕竟周玉寇为揭发蒋绍炎绯闻 二十一号起一连多日 都在脸书预告节目内容 相关贴文 约有四千到七千的赞述 如今乌龙爆料 学者也忧心有不良影响 至于NCC则透露 针对周玉寇主持的节目 已揭获一件检举 也提醒相关业者 要遵守法令规范 周玉寇这回似乎提到铁板 TVB的新闻 李国健华柔 特别报道 周玉寇还自爆 柯文哲对他挑起 我想这个社会 就没有任何的正确价值 那 支持沈慧宏支持周玉寇 这个是台湾非常正义光明的事啊 话都还没说完 一旁的媒体人周玉寇大爆气 只见沈慧宏干站在一旁 不断左顾右盼 手上的笔按了又按 按了又按 沈慧宏优秀 投给沈慧宏就是投给周玉寇 这句话一听 沈慧宏不知 是不是有点紧张 还看了一旁媒体一向 这一站就是二十分钟 听着周玉寇连环骂 只能陪笑 但说到觉得尴尬 恐怕没人能比过他 沈总统蔡英文到万华广照公参拜 选举行程跑得勤 却似乎没呈现数字上 一份盖洛普最新民调 说蒋万安百分之二十七点六位居第一 但陈时中却只有百分之十九点七二 变老三 难不成也是因为周玉寇事件影响 周玉寇小姐有出来道歉跟张淑坚小姐 我想大概就是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那我们对张淑坚小姐受到伤害也感到很遗憾 只是周玉寇真的情意真切 隔空是爱说他就是爱阿中 甚至不惜杠上柯文哲 柯文哲回应祝福脸书直接被封锁 周玉寇更指控二零一四年柯文哲曾拜访他 还对他调情 调情 对他的说法是这样 他说你对他调情 他用这个字眼 不是他郑重声明 那个调情这个用事才太奇怪了 不能接受这个调情的说法 我吓死了吧 你们用那个用这种名嘴 打人家的时候很爽 人家这名嘴发疯 转过来开始打你的时候 看你怎么办 当然他也不用过度 那个爱是广泛的爱 不是那种男女情愫之间的爱 现在被周玉寇说爱上的复杂心情 不好说不好说 TVVision苏凯成 陈胜文无可言 你作为SG小组台北报道 今天最新来关注市场发表 友台言论的美国前国务卿 庞佩奥今天再度访台 搭乘民航机晚间9点半左右 抵达桃园机场 之后马上搭乘高铁前往高雄 我们交给记者张凯玉 好主播 前美国国务卿庞佩奥 在稍早晚间9点多 抵达桃园国际机场 而他鬼为半年再度访台 也预计明天会参加 全球台商经贸论坛 今天晚上就会入住高雄万豪酒店 而民进党国防外交立委何志伟 也到现场接机 另外还可以在现场看到 有家派特勤 手拿防弹公事包来做准备 机场也找来特勤出身的保全 在一旁站岗 现在看一下现场状况 面对镜头挥挥手 蓬佩奥随即快步离开 因为还要南下高雄 所以要赶高铁 据了解蓬佩奥也会在会中 进行专题演讲 一路到下午才会离开 立委和志伟也表示 此行是受到台商总会 邀请参加年会 主轴是台美经贸合作 还有未来产业链重组 并不会讨论太高强度的政治话题 以上是为您掌握消息 好 继续再来看的是 大陆第一艘航舰 辽宁舰 庆祝福一十年 特别秀出甲板上 满载24架 歼15战机的画面 而值得注意的是 大陆过去十年 多了一艘国产航舰 山东舰 接下来还要迎来福建舰 正式跨向三航母时代 其中福建舰的母港 传出将设在靠近台湾的省份 长朝一生鸣敌 中国大陆第一艘航舰 辽宁舰 庆祝入列福役满十周年 大陆官媒用十年魔力舰来形容 因为就是从辽宁舰下水服一起 大陆开始积极发展航舰战队 而辽宁舰在这十年之内 战力也升级 空拍镜头下 看到满满的歼15战机 停放在甲板上 这是大陆释出 辽宁舰在渤海海域演练画面 宣称使用轮转出动的方式 分批起降 缩短了再次起飞的准备时间 大陆辽宁舰过去还没有舰载机的能力 一路突破到可以进行夜间起降演练 喊拦截 解放军是一连制作了好几部影片 回顾发展历程 甚至还把八月初的对台军演 也算成辽宁舰练兵的舞台 前不久 反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窜防台湾的军事行动中 我们的航母编队也参加了 这个摄影演练 包括航母编队的核天艇 也参加了演习 这对台岛上的分裂势力 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但是在此刻更重要的是 在这十年之内 中国海军已经要发展进入三航舰时代 我活第三艘航空母舰 下水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还没正式服役 但是已经进入验收阶段的福建舰 正进行细薄实验 也就是让航舰在禁止状态下 检测调校机电设备的性能 尤其福建舰还会是中国大陆第一艘 宣称使用电磁弹射起飞的航舰 电磁弹射器 弹射舰载机的时候 能够保证它更高的这种出动率 也就是说在单位时间内 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 这样的话 就可以在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 保持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密集程度 由于福建舰的排水量 是超过八万吨 比前两艘航舰还要大 外界就推测了舰载机的数量 可能达到六十架 大大扩充了航舰攻击战力 而三航舰到齐就能达到一艘作战 一艘训练 一艘补给维修 可作战的最低需求 这些年我们航母实现了跨越发展 可以说中国特色航母之路 在现实中成果得到了检验 现在国产航母山东舰的使命任务 也在不断拓展 快速发展 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蓄势待发 现在从辽宁舰到大陆国产的山东舰 以及将服役的福建舰 已经被大陆称为航舰三兄弟 过去日本媒体更报道 辽宁舰是以中国北部为据点 主要活动范围以太平洋为主 山东舰则是在大陆南部 大多在南海进出 福建舰依照命名推测 母港可能选在靠近台湾的省份 并在台海频繁航行 这恐怕又让各国绷紧神经 新上任的英国首相特拉斯 马上就被问到必考的美中台议题 他答得谨慎 大方向和美国保持一致 同一个问题问到了南韩新总统尹习悦 一招识问虚答 尹习悦明显想要回避美中选择题 为日后保留空间 只是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近期赴联合国重申 只有国家实现完全统一 台海才能真正迎来持久和平 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 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一致反对 王毅这一次也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过招 布林肯会后接受专访表示 台湾是半导体重镇 如果台湾有事 全球经济都有事 两人隔空交锋 美中台议题再先波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针对中美关系 新加坡外长受访时也提到 双方都明白局势的严重性 台海是北京的红线中最红的一条 详细内容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美中关系也影响到的是台湾 那当然我们也带你来看到 外边的人是怎么看的呢 像是新加坡的外长 他就认为说台海就是对北京方面来说 最红的线 我们来看到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美中的外长是见面了 那针对这个动作 新加坡的外长维闻 他就说最近其实几周 台海两岸的言论行动 是一个令人比较担忧的领域 为什么呢 他说但是他有一点希望 因为中美已经至少 是有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至少有一些些的进展 只能希望双方可以理智的处理 避免出现一些闪失误判 或者是意外 擅置更严重的事态 螺旋式升级 也就是快速升级 这样子的可能 他说从一个冷静的第三国角度来看的话 美中关系其实缺少的 就是在战略信任上的部分 他说这个问题的最终焦点 就在于台海 也就是说台海还是最终的关键 而这个就是北京的红线当中 最红的一条 那过去年 他说四次的中国行当中 他就发现到中国大陆的态度 是变得更加自信 捍卫国家利益 当然也相对来说是更有利 也更强硬 这次再来看的是 美国跟南韩月底将大规模军演 雷根号航空母舰 已经停靠釜山港待命了 而这个时候 北韩周日又朝日本海 试射一枚短程的弹道飞弹 事实上我们看到了 今年北韩射弹频率大增 几乎每一个月都有新动作 截至到9月25号 已经试射多达23次了 那么金正恩是不是在示威呢 南韩总统尹席接受CNN专访 担心北韩可能借着台海冲突 扩大挑衅 恩物战争还在进行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又来刷存在感 我们刚才试试了 北韩国有试炼了 虽然这枚飞弹没有落在日本 专属经济海域 还是引来日方高度不满 今年北韩射弹的频率高的下人 除了1月10单月7度试射 接下来的每一个月北韩都没闲着 6月5号当天还一口气发射8枚短程弹道飞弹 7月也2度试射多管火箭 截至9月25号北韩累计以23度试射飞弹 北韩似乎也算准射弹的时间 因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才启程飞往日韩访问 美国海军雷根号航母更睽違五年进驻釜山基地 为月底的美韩军演准备 种种举动恐怕都令金正恩很不开心 除了射弹 月初北韩最高人民会议 还通过核武政策 授权先发制人的核攻击 这代表金正恩不会放弃核武 南韩总统尹席月接受CN专访 担心朝鲜半岛危机 也将受台海局势影响跟着恶化 担心金正恩会借此扩大挑衅 但是否暗示美国应优先处理北韩 以席月又余待保留 北韩目前还是靠老大哥中国撑腰 韩联社报道中朝友谊大桥的铁路货运 时隔150天重启 这两年受疫情的影响 两国货运列车2020年8月起停运 直到今年1月重启 不料中间疫情再起 列车4月又暂停 直到9月再次恢复 正式甩开疫情的北韩 日前还盛大举行建国中年表演 北韩官媒镜头这回 频繁锁定一名穿着粉色上衣的女童 外媒分析这名女孩穿着明显不同 镜头也交错金正恩的表情 怀疑这个小女孩就是金正恩的女儿金珠爱 南韩方面尽管近期活跃于外交场合 总统隐席月却惹出不少风波 像是曾拒绝会见来访的中院议长佩洛西 访美时又被录下疑似用不雅字眼 称呼美国议员 对此隐席月作出回应 强调通通都不是真的 朝鲜奔岛局势升温 南韩军方又观察到北韩海军 在潜舰基地新浦一带有动作 像是准备要发射潜射飞弹 北韩不满美军军演的动作频频 美日韩三国将密切观察做出应对 台北北新闻 总部导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征兵令 有钱人不想上战场 纷纷搭飞机 开车逃出国 能够逃的都逃出去了 不过住在偏远地区的同困家庭 这些人恐怕只能乖乖的 接受兵役征召 而且甚至传出俄罗斯军警 用强迫抓人的方式 把乡下的年轻人直接抓去当兵 而且如果不从的话 甚至把你直接抓去关10年 晚间最新消息 俄罗斯可能在本周内下令 禁止符合服役年龄的男子处境 四五位军警当街脱行年轻男子 抓去当兵 婆婆妈妈出动挡住远景去路 激烈叫骂警方对控敏枪 混乱场面就在俄罗斯靠近 乔治亚的达吉斯坦上演 大批男人被普京动员令征召 抓上巴士 只是有人发现 离莫斯科越远越贫穷的地区 被征召的比例就越高 可怕的是没人知道 普京究竟想拉多少人上战场 就怕送掉小命 泛兰边境天天都塞爆排队逃出俄罗斯 泽伦斯基喊话俄罗斯民众别来送死 不过专家认为这批征召兵 不会马上现身战场 如果说动员令是为了长期规划 短期能看到成果的就是入俄公投 你没看错 好几位俄罗斯指派的政府官员 瞪大眼睛 看你头同意还是不同意 也难怪公投还没结束 亲俄派就早早开始庆祝 俄罗斯国会议员还说 办公投的扎波罗热 赫尔松 卢干斯克和盾内斯克四驱 最快9月30就可以并入俄罗斯 俄罗斯以下大动员 以下半公投 纽约时报刊登评论文章 预测俄乌战争三种结果 一是乌克兰全面胜利 普京可能被逼到绝境 不择手段 二是乌克兰被迫签和平条约 隔地停战 最后一种是和平谈判 国界回到战争开打前的状态 普京倍赶下台 不管结果哪一种 战争拖越久 损失就越大 乌克兰鞭打心理战劝降 还要对付伊朗提供 俄军的无人机 战争斯基也证实 乌克兰已经收到 来自美国的 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专门防御无人机 飞弹和战机 保护民生设施 第一遍新闻众报导 日本将在27号 举行国葬典礼 纪念遭到暗杀的 前首相安倍晋三 却引发社会的激烈反对 为什么呢 再请坐横告诉我们 已故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在七月八号 是在街头驻奖的时候 遇刺身亡 那在九月二十七号 就要来举行 他的国葬典礼 来追到了 那时间已经是在倒数了 不过现在在日本的社会 似乎也呈现了 蛮大的分歧 因为有一派 是相当反对的 这个社会的反对声量 甚至是让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 他的支持率是跌到了 百分之二十九 这个已经是他上任一年来的最低点了 那为什么呢 有些外面就分析到 就说因为国葬的成本真的蛮高的 十六点五亿的支援 相当于新台币的三点六亿 所以让岸田的支持率暴跌 再加上自民党控制减弱 政策的承诺 拦以对信等等的原因 日本大学的名誉教授就分析到说 在安倍的国葬 对他来说可能是一大失策 所以让民意开始出现一些反扑的现象 尤其是安倍晋三有一些真友 在上次国葬的时候 是在1967年当时的这个首相集铁帽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登机飞往日本 参加27日安倍晋三国葬 不过贺锦丽可能是安倍国葬最大咖政要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因为国内风灾取消行程 居三们领袖统统统缺席 日本武道馆正赶工布置会场 最新曝光国葬流程 会有一队二十人先到安倍家致敬 临车也将载着骨灰 经过日本防卫省政门 最后抵达武道馆 还有19响哀悼礼炮 因此自会队大阵仗出动1390人 只是日本反国葬声浪不断上升 每日新闻最新调查 高达六成二民众不支持 过半国民挺不下去 主因之一就是太烧钱 日本政府最新推估 国葬成本16.5亿日元 大约台币3.6亿 已经是最初估计的六倍 另外并不是所有人 对安倍都有好感 加上自民党和充满争议的 统一教会关系扯不清 示威频频上演 不过国葬周二就要登场 日本政府只能硬着头皮扮下去 TBS新闻综合报导